欢迎收看歌只有两个不会 哪两个不会 这个不会那个不会 因为什么都不会 所以要重新归零 努力学习 这样一切就OK了 欢迎收看歌只有两个不会之 保险会不会 本次特别来宾邀请到 陈家波波波老师 现任于陈家波保险经纪人事务所 大家好欢迎收看歌只有两个不会 就是保险会不会 今天很开心又邀请到我们的 波波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自从波波老师上我们节目之后 他有蛮多困扰一直跟我讲 因为很多女性的朋友都一直在找他 怎么办 来者不拒 喔 把他解决那个保险相关性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阿妳对我也是来这种句吗 好这个 投入话题 好okok 我看波波老师也招枪 没错没错没错 ok 有好吧 一开始让大家轻松一下 那我们紧고a 接着最终上一集的话题 投资信保单 那投资信保单我们在说 她是受险成本是低的吗 是 兽限成本比是低的 对 有些消费者的思维也蛮不错的 我要提高了受险 那我不要投资 好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那該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的投資金保單裡面都有一個貨幣帳戶可以存放資金 那你把資金放到貨幣帳戶裡面之後呢 它就不會拿去投資基金喔 那也就是說這一筆資金它會只會去扣保單的相關的費用 而不會對市場波動的影響 所以說坦白說你就是不從事投資的 你就是很單純的買一個定期壽型的概念 對對對這個是投資金保單它一個貨幣帳戶的這個存放的機制 那貨幣帳戶有沒有貨幣就像台灣的銀行的定存這樣子 是這個概念嗎 不太一樣 我們在保單條款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你放在貨幣帳戶裡面 它會用宣告利率來給你利息 但是宣告利率不是像我們傳統的這個儲蓄型保單的那種宣告利率有2% 3% 沒有不是喔 投資金保單的貨幣帳戶的宣告利率 是另外獨立公開公布的 它還是會有波動嗎 基本上波動很小的啦 就以信台幣為例好了 大概只有0.05% 那幾乎等於快沒有 快沒有了 其實非常小啦 金額非常非常小 所以說其實坦白說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暫時存放的一個活存帳戶 那它就是拿來扣保單的相關費用用的 你可以不從事投資 我這邊附帶一題好了 投資金型保單還有一個功能 如果你買的保單的選種叫做變額萬能壽險 只要有萬能這兩個字的 它都可以改成彈性繳費 也就是說繳費可以散時的中斷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今天要買一個500萬的壽險 繳了2萬塊的保費 到這個投資金保單的帳戶裡面去 那我放在貨幣帳戶 之後我馬上辦彈性繳費 這會產生什麼效果呢 也就是說今天我只繳了2萬塊的保費 那這2萬塊的保費 暫時存放在投資金保單裡面 它就會用這個2萬塊去扣 壽險成本 扣到快要沒有的時候 它會再通知你說 要補保費囉 這時候再補一點錢進去 你就可以維持這張保單有效 也就是說你其實要用一個非常低的成本 去買一個定期壽險的概念 所以像我們剛剛波波老師講 因為投資金保單 它有所謂的彈性繳費 我覺得這個給消費者一個很大的 算是利多啦 因為像一般的傳統型的保險 例如說壽險 假設我們繳到第三年 第四年沒繳的話 可能會進入所謂的停繳狀況 可能發生停銷 然後之後兩年之後就終止失效了等等 那這樣如果失效的話 這張保單的保障就完全沒有效益性 對沒有錯 那投資金保單呢 如果說我們選擇彈性繳費 我繳到第四年之後 可能我第五年 我可能有一些資金的需要去領我去運用 我暫時第四年 第五年我不繳保費 但是我裡面的保價金 就是講到白話也來 都照顧價值啊 對對對 我只要夠支撐去扣我的危險保費 就是所謂的受險成本 它就是可以繼續再運作下去 沒有錯 等我手頭比較寬裕了 我想要再投入 我裡面的所謂的保單價值金 可以繼續扣 就讓它繼續扣 扣到 公司通知我說 沒錢沒錢 你再補錢 其實可以再補追跌 只要去支撐這樣就好 對對對沒有錯 對像我本身我也買 有買投資保單 那我之前有買房子的時候有房貸 我兩個小朋友也很小 那是需要收險 對對對 我們是藉由投資保單去拉高我的收險保 那你有投資嗎 我還是會有啦 你還是會有投資 我們自己也是有去做超過 其實我覺得你投資也不錯啦 對對對 對對對 不過就是還是要放長期 不要緊 看短年來一點 有些消費者說 我繳用你的 結果我打電話去保險公司 080去問我的帳戶價值金剩多少 欸怎麼坑我 繳了錢 跟現在帳戶價值金差這麼多 這樣子比較是不合理的 對是不合理的嘛 對不對 所以投資保單它是要放長期的 所以 我們也是呼籲我們那個全民保險 我們的小鳳哥 真的 不要去說跟消費者講說 六點這樣去打電話去080 這是破火老師跟我講的 請問不要這麼做 對不對破火老師 你笑得很尷尬 關心一下你的帳戶是沒關係 對 但是你要客觀的比較 對 因為你要考慮到受險成本啊 當然我們說這樣的話有時候 因為我們的全民保險王小鳳哥 可能上節目需要一些效果啦 效果 對效果 但是有時候這個效果 我們是覺得還是要客觀的去分析啦 對沒有錯 不然會誤導的效果 對會誤導很多消費者 其實保險它設立出來都是有一些 它的功能性所不在 沒錯 那我們就回報頭了 我們再講說 因為它算是一個定期受險的概念 對 那如果跟一般的一年期 或者是說 定期的 那個二十年期三十年期的定期受險 還有所謂的 網路投保定期受險啊 或者是說 還有優體的受險 優體受險嘛 它的 我們來做這樣比較 那個 波波老師你覺得 這樣子差異性會很大嗎 呃 其實 就是 這 如果要說到有機會 有沒有 因為這個都是長片大的 啊 你是 我們以為是T3有電動嗎 我 我就簡單講好了 對 就是 以受險成本 我就講受險成本 那以一般傳統的保單單 就是所謂的手繳保費 因為它是不會有未來 它也沒有所謂的價值的概念 那 以受險成本來說 我簡單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是 30歲的男生和女生 投保了500萬的定期受險 那它有很多種選擇嘛 所以有優體定期受險 網路投保定期受險 一年定期受險 二十年定期受險 還有這個 投資型保單 有很多種選擇 那 我以 總成本來說 也就是說 保險公司拿走 我也在回來的那個部分 以總成本來說 優體定期受險 是最便宜的 優體定期受險 不抽菸嘛 對對對 那你第二名猜猜 投資型保單 對 沒有錯 第二名其實是投資型保單 第三名 才是一年定期受險 那再來是網路投保的定期受險 最後才是二十年期定期受險 大概是這樣子的排序 投資型保單 它的受險成本這麼便宜 我必須強調 那個是以特定商品而言 不是說所有的投資型保險 都可以達到這麼便宜的效果 不是喔 所以說在投保的時候 還是要慎選 那這個詳細去問你的這個 從業人員 保險從業人員 先問清楚 每家公司 對 每家公司其實是不一樣的 每家公司都不一樣 對 所以說你只要選擇 正確的商品 其實你可以達到 保費非常便宜的效果 而且投資型保單 它是非常具有彈性的 對 譬如說我去投保的是 優體定期受險 它的最低保的就是500萬 可是我們的這個需求 受險的需求來說 應該是隨著年齡增加的地價 對 所以說如果說我今天選的是 投資型商品的話 我可以隨著我年齡增加 把保額降下來 我的危險成本也會跟著提升 對 所以說它是一個非常具有彈性 靈活操作的一個空間的 一個受險工具 對 那它是依照個人的需求 然後去選擇商品 對沒有錯 然後我們在負荷的那個 我們剛剛胡波老師講的 我們年紀越增長 為什麼我們的責任 會慢慢下降 就以我的例子 我剛剛講過 因為我兩個小朋友 現在還是在就學當中 然後當然隨著我的年齡增長 小朋友年紀也會增長 對啊 他可能變成年人 他自己去外面工作賺錢 我們不用再負擔他所謂的 學費 收容費 他可以自給自足 那相對我的責任就下降了 對 那也還得差不多 對對對 所以我們剛剛也講到 我們做孝子孝女 責任改進了 對 那相對就是 我為什麼會選擇投資金保證 第一個 他可以貪心獎費 第一個 他受險的活動 我們可以去做挑戰 嗯 我當初受險的活動 是調蠻高的 因為兩個小朋友 一個小朋友 教育費至少就要500萬 如果假設我掛掉至少我可以 你是想要送出國嗎 不是 不是送出國 一個責任嘛 因為除了教育費 還有生活費 那假設我走了我老婆又改教 欸喂 那小孩會改信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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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所以 所以當然就是 我當小朋友如果長大成之後 我的責任額度比就降低了 那我可以做調降 但是問題是 投育保單 他調降 很容易 調升 要看我們當時的情況 所以我會寫一個叫做健康告知 對 所以假設要調升的話 可以可能就是要準備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當初還有一些提款的話 可能保險公司還叫我們做體檢 對 等等相關性 所以這是一些小細節啦 也提供給大家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呢 就是講解投育保單 他的一些功能性的存在 如果也希望消費者 可以更清楚知道 投育保單 該怎麼去營火運用 如果喜歡的話 我們要舉行實質 點讚 點分享 然後點什麼 小鈴鐺 對了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